OK,当我们把这些车辆职务人物全部都放置布置的比较好之后,满意之后,然后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这张图的尾声阶段 然后进行这个环境光处理,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处理 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夏天或者是白天,白天吧,白天黄昏 黄昏的时候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 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也发现在黄昏这个建筑或者是这个风景的话 还是比白天的话非常的具有这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进行效果图绘制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到黄昏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进行这个太阳的光照的这个角度进行调整 我鸟看头的话习惯使用的是逆光 再调整一下这个太阳的高度,再调整太阳的这个角度 逆光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光影效果 如果不会出现曝光的现象 而且有这个光影 如果室内做一些这个自发光材质的话 也会更好的体现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右侧面板这个参数进行调整 当然每个场景是不一样的 自己根据自己情况进行确定 我们的原则是原则是什么呢 是提亮整个场景,然后产生丰富的阴影 好,保存一下 然后发现这个草地的话有点太亮了 把它亮度提降低一点 吸取材质,附加到这个上面 因为这个地方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就不管它了 鸟看图的特点是想要表达的建筑 是亮的,然后周边的配景是暗的 这个参数需要我们反复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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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的话 夜景的话 再另当别论 但是日景的话需要反复的调整 观察 确定好之后保存场景 然后我觉得这个配楼的话有点太不好看了 直接替换成体块算了 这个体块的话是第五素材库里面自带的一个基础模型 正方形吧 然后替换成我们需要的这个大小 这些可以删除掉 然后复制 先把这个材质吸取 然后附加到上面 这个材质的话 我后来又做了一个修改 做了一个树叶的材质 树叶的材质好处是可以有一个透明的效果 把它放放置到合适的位置 保存场景 这是一种大小的材质 带来的材质 带来的材质 带来的材质